嗨大家好我是阿湯 你在經營Facebook粉絲專頁的時候 是不是也用過線上的一些相關的自動化的工具呢? 比如說最常見的就是針對留言者 會自動回覆相關的留言給他 但是目前坊間的線上工具 普遍就是先設定好幾組固定的留言內容 當留言者留言的時候 這固定的內容就會隨機塞組給他 這樣的方式當然可以促進你自己粉絲專頁的這個留言數量 但是對於留言者來說 其實他就只是得到一個很自私化的內容而已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教大家 是要怎麼把AI運用在Facebook粉絲專頁的經營上面 當有使用者有新的留言的時候 我要怎麼針對這一則貼文的資料 透過AI來回覆給他更完善的內容 或者是比較準確一點的內容 甚至你就把它變成一個是你Facebook粉絲專頁的客服機器人 這也是沒有問題的喔 往下就來教大家要怎麼把AI運用在Facebook粉絲專頁的自動留言上吧 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自動化流程功能呢 就是跟粉絲專頁的經營有關係 那今天教的這個方式呢除了用在Facebook粉絲專頁之外 其實像IG的商業帳號也是可以使用的 不過呢我們今天主要就是用Facebook粉絲專頁來做為範例 然後教給大家怎麼去使用 大概呢流程會像這樣子 就是當你去遊 功能的部分呢先跟大家講一下這個範例 這是我前兩天發的一則測試的貼文 直接告訴大家呢就底下的留言呢 只要有新的留言 AI就會按照你問的問題回覆你 好那我們今天要做的呢除了就是AI自動按照內容回覆你之外呢 其實你也可以把它限定條件讓它呢只回覆你提供的資料 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回覆固定的內容 這都是沒有問題的 就有點類似呢 我們前日介紹的製作Nine的客服機器人 其實是差不多的概念 只是我們今天要教的是用在Facebook粉絲專頁上面 接下來我們就往下來做給大家看 首先一樣呢我們用到的就是Mac這個服務 註冊登錄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點擊右上角創建一個新的場景 第一個要建立的模組呢 就是粉絲專頁Facebook Pages 然後往下拉找到留言 有一個叫做Watch Comments 就是監控新的留言用的 粉絲專頁這邊呢 你必須要先去建立帳號連結 以及全線的允許 那這邊可以點擊add 點擊Save之後呢 你就可以去允許你自己的帳號 連結到Mac來 連結完成之後 往下這邊Page呢就會顯示 所有呢你有管理全線的這些粉絲專頁 好比如說呢我這邊先點擊 一個很久沒有用的這個帳號 再來要選擇你要監控的新的貼文是哪一則 或者是你也可以指定旧的 那如果這邊都沒有顯示出來 你就可以把Map打開 直接輸入Post的ID 然後來偵測 這是沒有問題的 這邊假設呢我來監控這一則 雖然現在手機拍照功能越來越強這一則 Limit這個數字呢 是按照呢你每次監控要直接爬幾則留言 那我這邊建議可以不用選太多啦 一次就處理可能5到10則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的留言數真的很大很大的話 我會建議就一次可以選擇50到100 那也沒有問題 按下儲存 這邊會選擇呢 從什麼時候開始監控 那我們選擇現在開始 這樣第一個模型呢我們就已經完成了 我們可以先儲存一下 好我們來測試一下 第一次測試呢 我會建議大家的用粉絲專頁的權限 然後來測試就好 比如說我們剛剛指定的貼文是這一則 我們可以在底下留言 記得先用自己的帳號留言 因為這個等一下會用到 好你可以打個hi 然後回到mac這邊來 按一下左邊這個run once 讓它只執行一次 好這邊呢就偵測出來 你剛剛那次的留言了 包括留言的內容啊 然後是誰留言啊 這邊通通都會有 接下來我們可以先點擊第二層 第二層我們要塞AI進去嘛 我們可以點擊新增模組 選擇Open router 或者是呢你用輸入的方式 直接搜尋到 然後創建一個新的聊天 這邊點擊add 然後要輸入API key 這時候我們可以到Open router這邊來 去創建一個新的API key 建立 然後輸入名稱 自己好記了就可以了 然後按下創建 複製金鑰 然後回到mac這邊來 把金鑰貼上去 然後按下save 儲存完成之後呢 我們先選擇要使用的AI模型 這邊你要選擇誰都可以 看你要付費或免費都可以 那我自己免費的部分呢 是選擇27B這個AI模型 Message的內容呢 我們點擊add item 好這邊有兩個可以選擇 第一個是raw 選擇user 再來content這邊呢 就是你要回覆給留言者 要什麼內容呢 如果你是透過AI 假設我們今天呢 一樣是跟之前一樣 做Line的客服好了 我們可以給他塞帳的內容 你是客服機器人 只能根據呢 某一個網址裡面的資料 來回答問題 那其他的都不要去回覆 如果找不到答案的時候呢 就是說這個問題啊 不太確定 就是友善的回覆他 問題如下 這是使用者的問題 這時候我們要選擇什麼呢 使用者留言的內容呢 可以點擊左邊這邊 有一個hi message 那他就會按照呢 使用者留言的內容 然後去搜尋資料之後 回覆他 這樣呢AI的部分呢 我們就完成了 但呢 如果你是要回覆固定的內容 你就不需要有AI這一層 直接等一下第三層 然後塞給他固定內容 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如果你是想要有隨機的內容 你也可以通過openlauter來做 比如說呢 你可以直接在這邊給他 12345個內容 然後叫他隨機選一個來回覆 或者是按照使用者提問的內容 從這五個裡面呢 挑選一個比較相關的答案 給他 那也是沒有問題的 這時候我們可以按下save 這一層openlauter呢 我們就做完了 我們接下來呢 要做的呢 就是回覆給使用者 就當對方留言之後 AI會處理出答案 那我們就要留言回去嘛 回覆 這時候我們要選擇粉絲專頁 Facebook pages 往下拉 然後找到comments 我們要建立一個新的留言 create a comment 然後page呢 也要選擇你自己要處理的粉絲專頁 post id呢 就跟剛剛不太一樣囉 不是選擇貼文的post id 而是comment id 因為我們要針對留言去回覆嘛 所以我們要找出留言的id 把這個map呢先打開 這邊呢 就變成是可以填寫內容了 那我們這邊要選擇comment id 右邊這邊有個comment id message留言的部分呢 就是前一層 openout AI輸出的內容 我們把它點開 然後點擊這個content 把它加進來 這樣就完成 我們按下save 這樣就完成了整個回覆的流程 然後自動化的去偵測新的留言 不過呢 我們必須要再設定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剛前面開頭講到 為什麼要先用自己的專業的身份 去留言一次呢 因為我們要取得自己的id 比如說我們剛剛第一次是自己留言 from的這個id是自己的 把這個呢先複製下來 因為呢我們必須要排除 接下來監測到留言呢 排除自己的部分 我們在這一個節點 這個中間點一下 標籤的部分你可以隨便填 比如說我比較好記憶一點 就是排除自己 condition呢就是你要排除的內容的比對 是誰好一樣就是front id 這一個我們要比對這個front id 貼上你剛剛自己的facebook id 這邊要選擇not equal to 就是不等於自己的話 你才會往下進行 不然的話呢 因為你會回覆給對方啦 那你就是自己的這個留言 也算是新的留言 就變成一直在這裡 無限循環的繞圈圈 無限循環的繞圈圈 你一直的留言 可能會變成上千個留言 所以記得一定要在這裡 設定一個排除自己 這樣他就只會針對一般的訪客來留言 而不會針對你自己來留言 OK 完全設定完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可以進行測試 先儲存 一樣我們可以先到粉絲專頁這邊 然後用個人身份來留言看看 首先我們先到我們指定的這一則貼文來 我們來留言看看 這邊我們一次回覆兩則留言來試試看看 第一則是跟Nine有關係的 因為我們剛剛把它變成Nine的客服機器人 第二個是講了一個跟Nine資料沒有相關性的 那我們接下來可以Run once來執行一次 然後把這兩個留言回覆看看 當有兩個留言的時候 他就會在這邊反覆跑 跑到他偵測留言結束為止 比如說兩個都抓完了 我們可以到這個頁面來看一下 他回覆了什麼樣的內容 比如說有更多限時免費工具 這個答案你看他就說我問題不太確定 建議你可以聯繫什麼什麼 因為這個是跟Nine沒有關係 接下來我問了Nine轉移資料 他就說請參考這個頁面的說明 然後頁面中有說明如何進行資料轉移 他有基本上提供了我一個資料給我 然後叫我點擊去看這個資料就可以了 所以呢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你就可以去限定要回覆的內容是什麼 那這個內容你就可以用AI來判別 或者是指定給使用者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如果你只是要隨機五個內容 然後指定相關的給使用者的話呢 你就可以在這邊指令下說 比如說你是客服機器人 請根據以下五個選項來回答問題 那使用者的訊息是什麼內容 請按照使用者的訊息 選擇一個最相關的答案給他 或者是你可以說隨機選一個給他 那也是可以的 甚至如果你是要固定的話呢 其實你只要把這個拿掉 這個就放到第二層 接下來你固定的內容 就是在Message這邊直接輸入固定內容 那就可以完成了 這樣呢就簡單的製作出一個 針對某一則貼文的自動回覆機器人 接下來如果你每一則貼文 或是你有部分的貼文 想要繼續這樣監控的話呢 要怎麼做呢 其實你可以用同一個自動化流程 只要把這個Post ID 替換成你新的貼文就可以了 那舊的就會不適用 那如果你是想要繼續維持每一則 都可以這樣回覆的話呢 你可以呢回到場景列表這裡來 把你剛建立的這一個 右鍵按Chrome 它就會複製出一個新的來 你就可以去編輯新的這一個的Post ID 換成別的貼文就可以了 就這樣反覆的方式 你就可以針對不同的貼文 然後去進行監控 那如果像是IG的部分 你就是去用IG的模組 其實都有對應的 差不多的模組可以使用 製作起來蠻簡單的 只要三層就可以搞定了 看完上面的內容之後 大家應該就知道 要怎麼去打造一個 Facebook自動留言的這個機器人 那如果你想要用在Instagram上面的話 其實你只要使用Instagram相關的模組 大概的方式 就可以打造出差不多的客服機器人 或者是回覆的機器人囉 那大家如果還想要學習 哪樣的AI教學呢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阿湯 下次再見 掰掰 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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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見